好 今天我們來做一些題目 就是畫一個融化企劃曲線圖 問一些問題 有些問題是不用算 基本上這個裡面是都不需要算 這個是表示融點就是10度 廢點就是90度 所以圖就知道A是對的 然後以丙之間呢要故意共存 所以B也是對的 然後融化過程呢 從10分鐘到25分鐘 總共經過15分鐘 細化從45到65總共經過20分鐘 所以要花的時間越久 就表示要吸的熱就越多 然後M乘以Q 當然M都一樣就不要你來 就看Q就好了 所以就表示氣化熱比融化熱大 就看到加熱時間就知道 所以主委是對的 所以呢答案就是C是錯的 25分鐘對過去已經完全融化了 所以它是液態 所以我們就答案選C 這個不需要算 看圖就曉得了 那麼第19題也是一個融化曲線圖 知道每分鐘給400卡 會給這個條件就表示需要做一些計算 然後請問你誰是對的 巴拉巴拉巴拉 誰是對的 誰是對的 A不用算 B不用算 C也不用算 豬應該也不用算 C可以用算的 但是呢 理論上你看圖的那個傾斜程度就會小 誰的比這個大誰的比較小 所以這個答案應該多少 這個答案應該多少 林玉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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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分鐘開始融化 六分鐘結束 四分鐘的時候是故意共成A錯 廢點對過去那是125 可是那是融化不是沸騰 所以它是融點125度 不是廢點125度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前面在零分鐘到兩分鐘是固態 六分鐘到十分鐘是 所謂的液態 然後呢 兩分鐘的那個斜線比較抖 所以表示溫度上升比 溫度呢 上升比較快 所以表示比熱比較小 所以呢 液體的比熱比較大 所以是錯的 所以答案選豬 好 兩分鐘到六分鐘融化過程 溫度沒有變 可能仍然在吸熱 吸熱熱是用來做狀態改變 這個 要算 175卡 50公克 這個曲線 然後為選項 A不用算 B要算 C要算 豬又看一看就知道答案對還是錯 請問你 誰是對的 誰是對的 如果A是對的就不要算B跟C了 如果非要算 不可就挑一個算就好了 你就挑B來算 或挑C來算 你就反正四選一單選題嘛 只有答案是對的 所以A不用算 出入四看就知道 所以請問你 他是哪一個 還是哪一個答案 他是哪一個答案 他是哪一個答案 沒有 沒有 不知道 坐 哎呦 沒有 廢點對過去應該是 對過去是四十五分鐘 不會那是熔點不是廢點 所以 A是錯的 加熱6分鐘 總共從2分鐘到12分鐘是融化過程 6分 對不起講錯了 4分鐘到12分鐘是融化過程 6分鐘融化了2分鐘 後面還有6分鐘沒有融化 所以固體比一體跟3比1 不是1比3 所以注意是錯的 選項C我當然要問你 然後透過選項C的類似的方法改成H等M S等RG 你就會知道B是對的 所以停車站借問 融化熱多少 4分鐘到12分鐘的吸熱就是融化熱 當次叫做H等於M乘以Q 然後所以它融化熱多少 所以它融化熱多少 好 所以它融化熱有多少 告訴你每分鐘呢 有這麼多卡 然後4分鐘到12分鐘的吸熱就是融化用 4分鐘到12分鐘的吸熱就是融化用 4分鐘 1分鐘 1分鐘在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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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鐘在睡覺 28 怎麼說 4到12分鐘融化 公式MX以Q 4到12分鐘總共 8分鐘 每分鐘175 X175這麼多熱 然後呢 50的質量 然後Q 翻出來 Q掉之後 28 每公克28 所以 他就是28 所以他就這樣 這就是看圖說故事 不見得需要計算 不見得需要計算 但是圖讓你要會看 就是我們要學會的重點 OK